剛才有提到過,另外再利用IE物件抓取Yahoo!股市 Yahoo!股市難度又更高了 因為加群指數這個還蠻簡單的 你會發現在用Yahoo!部分的話 這邊它的網池 Yahoo!股市,你們會用搜尋的 Yahoo!股市,或者是以前叫奇謀股市 然後你可以找一下這個,Yahoo!股市 Yahoo!奇謀股市 那各位可以看到,如果要抓什麼 當日行情 裡面的水泥個股好了 類似我要抓這個網頁 再把它改這個網站 把網址放這邊好了 假設我要抓取的是這個網頁 那問題來了 它這個網頁比較特殊的地方是什麼 我們前面的話都是用table 但是你會發現這個水泥的部分 它這邊按右鍵好了,檢查一下 你可以發現它的標籤裡面的名稱 你會發現它幾乎是看不到什麼 往上找 應該有個table對不對 你會發現它這邊的話 居然沒有任何的table 然後裡面的話也沒有什麼tr、td 哇,頭痛了 為什麼?因為它其實是蠻故意的 因為它知道大部分人學習的時候 老師都教就是抓table跟tr還有td 但問題的話呢 它就故意把它用另外一個方法呈現 它就讓你裡面沒有任何的table 也沒有tr、也沒有td 它換成別的標籤了 那你想說 哇,這個麻煩了 這裡面的話 沒有table 那怎麼抓 那等於是說規則 又要重新去變更的 不過跟各位講 也沒有什麼太大不了的 如果我不抓table 我可以抓別的 你會發現它裡面至少還有什麼 div 有沒有 那div的話其實 就有點像是剛剛的table 然後這邊有class 它的名稱叫這個 那再往下找 你會發現 它是把它這個div放在一個ul裡面 然後ul裡面的話 底下往下找 往下找 uli 所以其實 跟各位講一下 今天要講的這個抓取Yahoo股市的話 變成我們剛剛講的那個table 跟那個什麼tr 這個table就表格 tr就列 td的話就儲存格 它等於是把它改成另外三個名稱 第一個名稱叫什麼 叫div 也就是說呢 它用什麼 用div去取代原來的table 然後呢 用ul去取代原來的tr 用li去取代原來的什麼呢 td OK 沒關係 反正我們 也可以用同樣的 只是說換個名稱而已 那抓也可以用 bytechname 也可以 by classname 其實都一樣 只是標籤名稱不一樣 跟各位講 大部分的網頁都會遵循這個規則 所以各位不用太擔心 除非有一些非常難搞的網頁 它會故意 我是覺得Yahoo股市 因為它這個資料 每天抓取的人實在太多了 他們可能也不生其擾 然後很多的一些書上面的 或者老師上課的範例 都很喜歡用Yahoo股市 像我用這個網站當範例 已經大概十幾年前 以前用Java來抓 也是用這個網站 然後呢 用其他技術也都是用這個 所以它可能會想說 不行 你一直抓我 把我當練習 所以它就一直想要改版 所以 但之前有一段時間 它幾乎沒什麼改版 不過最近 好像從上個禮拜才開始 OK 所以 上個禮拜剛好 我試了一下 發現奇怪怎麼改版 那沒關係 反正它改 我們也跟著改吧 反正 那網路爬蟲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要靈活 因為人家的網站 變動你沒辦法控制 你不能說你的網站 不能給我變動 那不可能 所以怎麼辦呢 沒關係你變 我也跟著變 我程式稍微小動一下 我一樣可以把資料 抓取下來 沒什麼問題 而且 這個網路爬的時候 你可以不斷練習 同樣的東西 看到 如果以後 你看到某個網頁 你也可以很快把資料抓下來 那這部分 就表示說 你以後要抓取任何資料 都不成問題 那你要做後續的 資料分析 或者是等等的 甚至輸出圖爆表的話 那才有辦法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部分 重點再回顧一下 另外的話 也試著找找看 那個 Yahoo的部分 我是把它放在 我們雲端白板裡面的 第五個單元 這個 下載Yahoo普世的部分 其實有個舊版 因為它已經改版了 所以我舊版又把它更新過了 那所以 這個 程式已經寫好了 其實就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其實大家也可以 這一段 那我把程式貼到這個 這個模組的下方 這個sup的下方 應該理論上沒有問題 因為我之前有run過 但有時候程式是這樣 他網頁上面如果資料又變動的話 那當然 也會跟這邊 我下載執行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這個就下載下來 這個資料的話 這個資料的話 實際上 就是 我們剛剛連到Yahoo股市看到的 就這個區塊的資料 有沒有 就是什麼 台泥一直到東泥 台泥到東泥的相關這個資料 OK 就全部把它抓取下來 沒有問題 OK 試試看 我們待會再來看一下 如何抓取那個 Yahoo股市 這資料 那用什麼 一樣用IE物件 OK 跟各位講 如果你用那個 之前其他的 像 Excel裡面有那個 資料 從Web這個功能 你去抓Yahoo股市 舊版的是可以 但 現在新的網頁 完全不用試了 因為是一定是不行的 OK 因為那個 從Web這個 這個功能 跟各位講 它裡面用的就是 query table 意思就是說 它只能夠找 網頁裡面 有標籤是table的 如果標籤不是table 那你就根本 試都不用試了 完全是沒有辦法使用 OK 試試看 那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部分 再複習一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 就 利用同類似的技術 來抓取那個 Yahoo股市的資料